新北市板桥东区立委的选战厮杀相当的激烈 国民党立委张慧珍将二度交锋民进党的罗志正 上一回的选战当中呢 张慧珍只是少赢了罗志正2000多票 双方的差距还不到2% 而这一回大环境对于国民党是不利的 目前五五波的选情 张慧珍连任备受考验 梁平常不太先生政治场合的校长先生 这一回也帮忙冲选情 好 这个没有问题 一站在老公旁 立委江慧珍瞬间成了小女人 和平常犀利问证形象差很大 我要睡觉 要呼口号 你这边呼的是什么口号吗 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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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让我去睡 幽默对答风趣回应 江慧珍的老公曹永泱 平时是高中校长 不太干涉老婆从政 二十多年来更鲜少公开站台 她以前都还能够上一点装花点装 现在每天都变得这么没办法的时间 罕见动员老公 女儿也被拉来当助选员 全家备战 从之为末节 不难看出2016这场仗 对江慧珍而言有多难打 全家为慧珍来总动员 一方面也舍不得 但是也更让我感受到 这一次有机会能够当选 对我来讲 更弥足珍贵 可能会干碍到整个大环境 包括整个这几年来 执政党的执政成绩 那我在想我谨守我的分寸 大家往往用政党来看待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尤其在当前的环境之下 对江慧珍是非常不公平的 连席日大党边都喊话 旁敲侧击点出江慧珍受党牵连 竞选旗帜看板 更刻意淡化蓝营色彩 改走桃红温馨路线 虽然江慧珍是现任立委好故庄 但回顾2012那一战 绿营对手罗智政 狠拿起晚1207票 得票率42.81% 江慧珍只小赢了2000票左右 差距不到2% 这回罗智政卷土复仇 大环境又对蓝营不利 江慧珍绷紧神经 不顾台上还在致辞 江慧珍就起身 传说人群情握手 非常时期抢选票不能靠荡 卷起袖子自个来 朱主席出来参选之后 整个局面是稳住了 但是选情要整个望前冲 望上冲 整个选举要能够 当选的那个距离 基本上候选人基本上 就要更卖力更出力 谈言换住后 深蓝选票是顾到了 但对江慧珍来说也为难 因为党主席朱立伦是新北市大家长 却为了选举请假 把当初做好做满承诺丢一旁 新北市中间选民不谅解 就怕反映在选票上 如今选情有五五波 处处是变数 身为未还委员的江慧珍打个人牌 把食安修法赔产价增加等多条政绩 政见全列在墙上 要靠问证成绩单争取选民认同 盖下神圣一票 环宇新闻 胡仁奇 010 新北采访报道